大家好,我們現在位在桃園的古華飯店 那我們現在在這邊就是桃園威士忌烈酒展 裡面有非常豐富且有趣的威士忌的酒款 在裡面等著我們 就讓我們一起進裡面看看有什麼吧 GO 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拉丁爸,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桃園的烈酒展 我們今天在我們旁邊就是我們今天的策展人 我們俗稱老胡乾爹 我們今天要來訪問他一下 想請問一下 那胡哥,對於我們的桃園烈酒展稍微介紹一下 首先很感謝大家來參加桃園的這個 我們希望是以城市為單位做出發 讓每一個城市都有他不同的特色啦 然後不同的樣貌 那桃園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城市 所以我們結合了一些,例如說 ROBOTEC,桃園十棒 那做一些比較年輕有活力的表演啊 然後我們的客群,我們的消費者 也比較年輕 那我們希望呢 從年輕起就培養他們的肝 可以接受 對 可以接受這個酒精的養成 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要很年輕的時候就要對大家炸燈 對,就是理性飲酒感性飲酒 就不要過量,然後也不要造成大家的負擔 哇,沒錯 其實剛剛胡哥講的非常的好 其實這個飲酒展 其實我覺得非常具有特色的地方就是 這邊呢就是很單純的 就是烈酒、威士忌 而且除了有OB、IB 而且是非常豐富的酒款 那除了這些呢 沒錯 剛剛還有提到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 啦啦隊 啦啦隊 幫大家加油加油 那希望呢 今年你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是已經結束了 但是呢 明年呢 如果你們有看到這集訊息的話呢 一定要來我們的桃園 列酒展參觀哦 掰掰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這一攤呢 是我們的High Coaster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的品牌 大使幫我們介紹High Coaster OK 大家好,我是江神 那這個High Coaster呢 其實基本上它是來自北歐的瑞典 那事實上瑞典其實是 它在北歐是前三大的威士忌飲用國 而這個酒廠它最特別的是 它本身它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酒廠 但它透過不同的製程 跟它對威士忌的一個想法 跟創新的一個觀念 它創造很多不一樣的威士忌的品牌 或者是酒款 然後在市場上其實有一定的知名度 特別是在整個蘇格蘭而講是被 受推崇的一個 一個星星酒廠的一個釀酒師 像你們看到的我們這個系列呢 系列呢叫做Quarkus 叫做印象系列 它是改變你對威士忌橡木桶的印象 重新建構你對橡木桶的概念 所以它其實做了很多在蘇格蘭你看不到的一些的桶子 像是瑞典橡木 美國白橡木 還有很特別的匈牙利橡木 就是做所謂類似 我們聽過的貴斧酒啊 這樣子的桶子 還有一個全世界第一個被受推崇的 日本水油木的亞種 Mongolita 蒙古橡木 蒙古立木 那這一塊其實是目前在 整個台灣市場上面 現在是比較新興的一個品牌 也是一個很帶有北歐風格的一個特色的一個酒款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台灣限定版 是我們賣的非常非常好的 一個來自北歐的Ororoso的一個桶子 跟蘇格蘭的Ororoso選一桶的風格又是不一樣的 如果是有喜歡收集已經絕版名稱的酒廠 這套是絕對可以收的 對這套是一定可以收的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趕快去房間找看看Buds 如果沒有 還有High Coast 當然還有台灣的限定版 趕快去買來喝看看吧 感謝大家 掰掰 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了非常知名台灣的酒廠 是我們的蘭頭TTL 然後我們現在請大肆幫我們介紹他們自家的產品 特色是什麼呢 特色其實就是我們後面有寫 就是想要做出台灣風土的味道的衛生機 所以大家可以開箱 這是我們兩個的基本款 這是博本花香跟旋利果乾 然後我比較推薦的是其實是我們的博本花香 因為這支其實老實說它代表南投的經典 就是基本的風味在裡面都有 而且南投的博本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它帶有很明顯的柑橘的體系的味道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試試看 個人覺得這支是CP值還滿高的 另外推薦的是豐收 豐收系列已經賣完了 所以它其實 這是第一版的豐收 然後我們預計今年年底還會出第二版的豐收 然後調性跟這支不太一樣 可是也是主打水果體系的 就是也是風味桶體系的調和的46度的新工夢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第二版的 大概年底左右也會上市 可是當然它也是新鮮的產品 就是量也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能強到的話可以試 對 因為它的風味真的不錯 就帶有很濃厚水果香氣的一款舊 然後接下來這一款其實 我相信這一款大家應該都可以說過 這一款是我們的機場免稅通路限定的 泥梅賣 泥梅賣啊 只有機場買的到 對 普音款 這支是一公升裝的 然後其實老實說我覺得它CP值很高 它一公升只要1480 1480 對 46度 以他們家酒這樣算很便利 做杯子零 然後這支其實調的非常的平衡 因為我覺得它一支好的泥梅不應該只有泥梅味 它的花香跟果香其實也都有在裡面 很平衡 它主要是以泥梅波本為基底的 然後它算是重泥梅 所以它泥梅其實還滿容易的 泥梅試過 好 還沒試過 應該要試試看 OK 接下來的部分這邊都是我們的圓酒系列 圓酒系列 波本單桶圓酒跟雪莉單桶圓酒 然後另外我想要強調的是雪莉單桶圓酒 因為我們其實這幾年雪莉桶非常的缺 所以酒廠其實已經沒有什麼 很少這種小桶的雪莉 就是後鮮的雪莉 你看它這種裝瓶數只有200多瓶 這個以後會絕版 因為以後我們之後就會出所謂BUTT的大桶的 所以這種小桶的味道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所以又看到快點買了 因為這種東西以後一定買到了 沒有就沒有了 對 好 然後這是芯香木桶 就是帶有非常濃厚的木頭 以及香藥吊氣的一支新酒 所以這支其實口味還滿重 然後如果有超過四年或五年以上的芯香木桶 其實會比較便宜雪莉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你喜歡雪莉桶的話 可以試試看這支的酒 然後接下來就是泥梅 泥梅這是全台灣我們 就是台灣第一支真的用泥梅賣芽做的威士忌 好 然後我們這支其實有得到 有本書叫富士忌 Bible 就是一個君如瑞的一個大師寫的 然後他很喜歡這支酒 他給這支酒有兩個很高的榮譽 第一個榮譽就是全世界最佳三桶的威士忌 以及全亞洲地區最佳的威士忌 就是這支酒 好 所以有結果可以試看 可是這個是重泥梅喔 重泥梅 我們家第一年做的有到50點 可是它是比較延續泥調性的一面 不是那種艾雷島的消毒水的味道 就是這些是我們系列的產品 然後歐馬其實這幾年一直在強調 是我們想要做出台灣 能代表台灣威士忌的風土的一支酒 所以呢 所以如果大家有國外的朋友 或者說哪一天你真的可以出國的話 歡迎大家再一次歐馬給大家試試看 給國外的朋友試試看 剛剛說這是比較能代表台灣風味的一支威士忌這樣 好 謝謝 哇 你看南投酒產 那麼多的酒款 真的 自己本地台灣人 一定要試試處於台灣的一個風土 然後再次感謝幫我們詳細的介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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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Oden 我進來吧 OK 我是Oden 然後這次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 我們今年才剛剛引進國內的一個全新的品牌 它叫Waterfall 就是我後面牆上的這個 Waterfall 它是一個Irish Whiskey 但是有別於我們熟知的三次蒸六的Irish Whiskey Waterfall是做二次蒸六的Irish Whiskey 而且Waterfall很特別的是它是目前業界 我相信應該是少數幾少數很注重風土的威士忌的酒場 對 Waterfall認為風土在威士忌裡面其實可以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角色 甚至風土是會影響到威士忌的風味的 Waterfall在成立之初呢 它就跟了在愛爾蘭的好幾家的農場 就簽了這個器座的這個協定 它請每一家農場呢每年交100噸的大麥給到酒場 讓酒場去生產專門屬於這個農場 這個年份這個大麥品種的威士忌 對 所以到今年為止呢 他們從2016年開始做這件事情 到今年剛滿四年 所以到目前我們已經在愛爾蘭簽下了90家的器座的農場 然後這90家器座的農場呢 總共有19種類型的土壤 然後呢分別有12種不同品種的大麥 就是愛爾蘭的大麥的原生種 對 然後他們的這些農場的耕作方式呢 除了傳統的耕作方式之外 還分有機耕作跟自然動力的耕作 對 所以以後的這樣的一些產品 在未來在Waterfall推出的產品我已經都會喝得到 那這次我們帶來的酒展呢 其實有四支單一農場的威士忌 我們常喝到的是所謂的Single Moor Whisky 就來自單一酒廠 但其實很多時候單一酒廠我們講Single Moor 我們其實很難去講清楚 到底大麥的來源是哪裡 因為畢竟其實蘇格蘭單一麥芽威士忌 不是那麼注重大麥的來源 所以有可能它是混合了蘇格蘭本土的大麥 有可能是混合了進口的大麥 然後在一家酒廠裡面完成Single Moor Whisky 但是Waterfall呢 它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跟你交代清楚說 這一瓶酒裡面用的大麥 來自哪一家農場 來自哪一年種植哪一年收成 甚至是哪一個單一的大麥 我們眼前只有四支單一農場威士忌 不同的農場 不同的農場 然後都使用單一農場的大麥 然後也是不同的大麥工程 也是不同的大麥工程 對 然後土壤類型也不一樣 所以酒吸那些酒喝起來怎麼酒酒也不一樣 也會不一樣 風味會不一樣 那很有趣耶 很有趣 就是切切實實的你在 這是風土耶 但是這四支酒是歷經了相同的製程 相同的像木桶的政策 唯獨不同的是農場的特性不一樣 農場的風土不一樣 以及大麥品種不一樣 就造就四支風味的不同 製程過程一樣 那因為掃用的大麥 還有麥的品種不一樣 對 麥的品種不一樣 然後農場的這個土壤的特性不一樣 我們剛剛說有19種 19種 那真的很有趣 如果說想要提出不同風土的話 再幫我們介紹這家的名字 叫做Waterfall 那已經上市了嗎 即將上市 應該九月份 九月中旬就會上市 即將上市 那之後如果說 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 而且這個我覺得 可以買幾支這樣去比較 互相比較 很有趣 我們覺得喝威士忌很有趣 就是可以 跟不同威士忌 特色也是同一家酒廠 它有不同的風土 下去比較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哇 再次感謝我們新的酒款 謝謝謝謝 掰掰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攤位 我想如果之前有看我們頻道 應該很熟悉 之前我們有去過他們的酒吧 有去採訪飯 那這邊就是我們 Aqua Vitae的Alan 那我們請Alan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他們家的酒的特色 跟幾款酒款 大家好 我是Aqua Vitae的Alan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採訪過就是說 Alan的酒呢 是在找尋一些 比較有老酒特色風味的 那今天這邊呢 如果說 推薦 比如說我們第一次要喝IB的 因為IB酒可能 酒精濃度可能比較高一點 對 那如果說推薦給 剛接觸威士忌 然後想要接觸IB的酒款的人 你會推薦 你們家哪一個 會比較容易入坑的呢 入坑的話 我會推薦 這款土 土 土 是Arkmo 帶很輕微的煙燻感 很輕微的煙燻感 對對對 然後它有果香 然後也像我剛剛說的 那種老酒的香氣 也都蠻豐富的 所以這支也是算是蠻好入喉的 對對對 它酒精度也不算太高 所以喝下去蠻舒服 然後蠻濃郁的 如果你對IB有興趣的話 那就不要錯過元素系列 我相信你喝完這杯之後 你應該就會想去嘗試其他的酒款了 那再次感謝Alan幫我們介紹 這個樣子的精采的酒款 謝謝 掰掰 這個攤位是威士忌人生 這位其實是在我們微圈非常重要的前輩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來介紹一下 喔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神浩 這是威士忌人生的創辦人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酒展 就是介紹我們平常品酒會 常常使用到的一些酒 然後還有我們店裡面最好吃的司康 然後跟各位好酒友聊聊天這樣子 好 所以說店裡面有很好吃的司康 超好吃的司康 超好吃的司康 還有柯哥的那個臉書 對 也是這個名稱吧 對對對 就是威士忌人生 趕快點去加入 你應該看到很多有趣豐富的品酒會 大家都會在那邊辦 那如果說路過台北想吃點小點心的話 也可以吃一下他們家司康 對 好吃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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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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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